联合国75周年了 这几乎是人人都知道的最大的国际组织 这是五周年的庆祝虚拟大会 各国元首都现身了 共同声明说 此时是令人失望的时刻 而联合国和我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在二战结束之后 联合国才成立的 防止战争产生 为各国提供一个对话平台 为了继续的维持和平 1964年进驻塞浦路斯 这是联合国史上 时间最长的维和任务 我们都知道联合国有安理会 那么安理会介入 在2015年签订协定 解决伊朗核危机 但之后美国片面退出 所以伊朗就暂停旅行 在今年的4月 国际法院判决 下令缅甸应该采取措施 防止罗新亚族人遭受 种族灭绝的暴行 不过缅甸却置之不理 今年爆发了全球新冠疫情 世卫被认为偏袒疫情源头 中国美中之争越来越剧烈 阻碍了联合国发挥实质作用 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建筑外 缓缓升起各国旗帜 但今年10月24日 联合国成立75周年大会 因为疫情关系 几乎没有国际元首 有议员亲自出席 无奈理想与现实差距颇大 今年大会主题是 新冠病毒疫后 如何建立一个更好 更平等的世界 但联合国秘书长首先承认 性别依旧不平等 这仍然是全球最大的人权挑战 其他关于全球和平或发展 现实也不乐观 各国元首分别录影发表谈话 其中不乏直接点名联合国在 违和与调停战争上的大失败 德国总理梅克尔就点出 叙利亚与利比亚的战获冲突 凸显联合国需要改革 德国至今仍然只能担任 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 自1971年联合国2758号决议案 逼走中华民国 并将席位送给对岸以来 联合国安理会就只有 美发恶音中五国 多年不曾改变的常任理事国 而且握有否决权 这些常任理事国只要有利益冲突 就直接阻碍联合国处理 和平与人权问题的功能 现实是仿佛只在难民工作上 联合国有些许看得见的成绩 全球八千万难民靠联合国提供基本生存需求 希腊难民营遭纵火烧掉 一周后三分之二的人有了心脏捧住 但全球烂摊子不止一个 2020的新冠肺炎疫情 让许多国家元首对联合国开马 同样因各国利益冲突 在环保议题上 联合国的表现也没有得到好评 太平洋上的环交小国马少尔群岛 总统直接提醒各联合国会员国 别忘了遵守巴黎协定的承诺 而就在此时 美国却以联合国核子协议之名 制裁与伊朗相关的个人及企业 也包括伊朗石油产业的合作伙伴 维内瑞拉 此举引来中国伊朗维内瑞拉元首纷纷发言 力挺联合国强调的多边主义 其实暗批美国 伊朗总统罗哈尼表示 不会对美国屈服 不会放弃报复 联合国要主持公道 大小国家相互尊重 一律平等 中国近来不断对周边国家大秀军力 文攻武嚇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 最新的疫情报告 也依然指责中国政府掩盖消息 造成疫情大流行 呼吁对中共进行国际调查 专家分析 眼前中美间的敌意 对联合国的改革与工作成效 才是最现实的影响之一 而美国总统川普也表示 已经录好对联合国年度大会的 演讲影片 并且会对中国释出强硬讯息 看来短期内 无法期待一个团结有作为的联合国了 TVBS新闻综合报道